男人将一张带有纹路的罗盘放入池水 漆黑的屋子里突然迸发出了耀眼的璀璨星光 在无尽星王里的繁星七点旁 有着一颗极为耀眼的星星 那便是象征着亡命的帝王星 也就是说此人出生之日便注定要成为当今的王 而不是现在的世子 世子听后有些疑惑 陈武威威转头说出了一个人名 张玉 因为此人是先王之子 是先王在死之前通过还浑术和一个女人生下的他 所以他才会拥有象征着帝王星的力量 并且在他的手里肯定还有着先王留给他的金牌和书信 有着没定时炸弹在身旁 谁能保证他不会去争夺王位呢 明显陈武说的话有些打光势子 见时机成熟 陈武又说道 要想顺利继承王位只有一个办法 那便是将张玉分派到远方 另一边的松林 伤势恢复过来的徐律终于醒了过来 再从身边的仆人口中知道 自己已经睡了三天了 是张玉几人救他回来的 赵狸不幸去世了 首领替他收了尸 最让徐律感到震惊的事 张玉他们竟然为自己去除了血虫 说完赵炎来到了这里 看到苏醒过来的徐律忍不住的关心起来 同样一直在这里的还有李先生 这些天也是李先生在照顾徐律 因为李先生在这 徐律正好问出了心里的那个疑惑 三年前他从静天大湖救出了赵炎 想必一定知道他就是洛兽的消息 李先生也没有隐瞒 随后好心警告徐律 最好不要向其他人提到洛兽的身份 因为再过不久 赵炎体内的洛兽灵魂将灰飞烟灭 因为在那副躯体上 还存活着两个灵魂 他的真正主人陈赵炎的灵魂如果醒了 那么洛兽的灵魂将会荡然无存 本来他以为当初已经消灭掉了赵炎的灵魂 没想到一切都在向着相反的方向发展 神里的力量太强大了 徐律听后又一次的忍不住的叹息起来 另一边因为赵炎的离开 张玉每日都陷入了沉思 回想起之前认识赵炎 到现在的一步步 张玉还是决定找个理由去见赵炎一面 想到那对红蓝对狱 张玉便想以此为理由 去找赵炎要回对狱 可当来到他的房间打开抽屉 这才发现 他并没有带走玉石 而在另一边的赵炎 在准备和超炎回去前 想起自己松林的令牌没有归还 便准备先会松林一趟 谁知回到这里才发现张玉居然也在这里 看到赵炎满脸忧怨的眼神 张玉不知所措的低下了头 但还是鼓足勇气说出了压在心里一直想说的话 他刚开始是想利用赵炎取出自己体内的冰石 这样自己就会没有忧愁的死去 可到了后来 他渐渐的发现 那个对自己毫无用处的神秘居然会让自己 原本对世间无意的心再次温暖起来 他想把他接回家 想和他见面